注意看 这只蝗虫饿了整整一年 男孩把它放在手上 蝗虫却爬上指尖 随后对着伤口愈合所产生的结痂 直接啃了起来 没过多久 伤口上的结痂居然被蝗虫全部吃掉了 就这样 蝗虫在品尝过血肉的味道后 再也不吃素了 而是迷恋上了血肉的味道 就在几天之后 蝗虫发生了变异 它们开始相互啃食 可是不仅没让数量减少 反而提高了它们的繁殖能力 这种特殊的蝗虫 就是男孩妈妈所养殖的 由于丈夫去世 宝儿姐只能独自抚养两个孩子 而养殖蝗虫 变成了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 平时宝儿姐还喜欢把蝗虫烤着吃 那美味的口感 把戈壁老王都馋哭了 直到这天 蝗虫开始变得没有活力 就连繁殖率也在不断降低 宝儿姐尝试了各种办法 但依旧无法解决 这天 宝儿姐脚下一滑 直接摔倒在地 冰了过去 当她醒来时 被眼前的一幕吓傻了 到了第二天 宝儿姐去查看蝗虫 结果却发现 这些吃过人血的蝗虫 居然在疯狂的产卵 这让她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看着眼前异常兴奋的蝗虫 她准备验证一下 于是直接解开绷带 露出鼠臂上的伤口 然后伸了进去 任由蝗虫啃食自己的伤口 剧烈的疼痛 让她差点把牙咬碎 喂饱蝗虫之后 宝儿姐忍着疼痛 把欠在肉里的蝗虫腿 全部夹了出来 一夜过后 这些饱食人血的蝗虫 居然真的产出大量的虫暖 并且数量是以前的好起辈 宝儿姐知道 她要发财了 于是找两好友阿伟帮忙 准备扩建养殖棚 可是这么多蝗虫 仅靠她一个人的血液 根本无法满足 为了进一步扩大产能 她买了大量的动物血液 经过一系列的加工 把吃的好的血块 挨个放进饲养笼里 喂个这些蝗虫吃 通过观察 只要吃了血液 就都让蝗虫十分兴奋 这也能让她的生意越来越好 可是她的女儿 却无法忍受同学们的嘲笑 家里是养蝗虫的 她让母亲不要继续养 可母亲根本不听 直到这天 女儿终于爆发了 她冲进养殖棚 在里面大肆破坏 一大批蝗虫 从里面飞了出来 殊不知 就是因为这个举动 让她闯下了弥天大祸 你绝对没有见过 这种吸血蝗虫 无数只吸血蝗虫冲向男孩 幸好被汽车挡在了外面 可拴在车外的小羊 就没有那么幸运 她直接被虫群给带走了 母亲回到家后 男孩将刚才的事情 告诉了她 看着养殖棚裂开的口子 宝儿姐意识到 要出大事了 于是开车四处查看 最终 她在草丛里 发现了那只羊 现在的她 已经被蝗虫咬得血肉模糊 为了不让儿子伤心 更不想暴露蝗虫吸血的秘密 于是便骗儿子 说她的羊没有找到 最后对着放走蝗虫的女儿 狠狠地骂了一顿 现在为了养蝗虫 宝儿姐和女儿的关系 都跌至了冰点 为了缓解家庭气氛 她主动提出去海边散心 在海边 孩子们穿着比基尼 玩得都很开心 可只有宝儿姐忧心忡忡 为了不暴露伤口 宝儿姐一直穿着长袖 她害怕别人知道 有血肉喂养蝗虫的秘密 之后的日子 宝儿姐一直在忙碌着 养殖场的生意 也越做越大 家里的经济条件 也越来越好 有了前后 宝儿姐给女儿 买了辆小矛兔 也送儿子参加了夏令营 为了让家人 继续过上好的生活 宝儿姐只能继续 用血肉养殖蝗虫 这天 由于宝儿姐 经过的血液过于庞大 导致血液库存不足 无法准时送达 为了不让蝗虫饿着 于是宝儿姐只能咬着牙 抽自己的血液 就喂养蝗虫 然而几瓶她自己的血 根本不能满足 现在的她 已经彻底着了魔 为了能保证蝗虫的产量 她趁着半夜 将邻居家小狗偷了过来 然后送进了养殖棚 然而一只小狗 并不能满足嗜血的蝗虫 于是她开着车 又将死去的羊挖了出来 从此以后 宝儿姐越发的魔症 而她不知道的是 一场灾难 正在缓缓向她靠近 这个女人为了赚钱 到底能有多疯狂 她将一条狗 当成蝗虫的食物 没过多久 这只狗就被吃了 看到蝗虫还没有吃饱 于是又挖出一只腐烂的死羊 将她的血肉倒入桶中 此时的女人 为了让蝗虫大量产卵 已经彻底疯狂了 这天 女儿放学回到家 发现母亲带有血迹的衣服 她还以为母亲出事了 于是便来到养殖场寻找 结果却看到了恐怖的一幕 此时的宝儿姐 全身已经被蝗虫覆盖 她居然用自己的血 喂养这些蝗虫 看到这一幕 女儿吓坏了 她不明白 母亲为什么这样做 于是发展信给阿伟 让她赶紧来 等阿伟赶到后 看到宝儿姐如此虚弱 于是便将母女俩带回自己家 就对女儿想要把尸行 告诉阿伟时 宝儿姐却突然出现 直接打断了两人间的对话 于此同时 就在宝儿姐隔壁的老头 在发现自己的狗子不见后 于是便出来寻找 结果却意外进入了养殖棚 可怜的老头 连自己狗子的尸体都没看到 就被飞出来的蝗虫 直接啃食了 这时 阿伟将母女俩送回了家 结果就看到了老头的尸体 她瞬间明白过来 这些蝗虫之多也能养得这么好 都是因为他们吸食人血的缘故 为了拯救宝儿姐 阿伟拿来了汽油 准备把这些东西全部烧掉 重天的火焰将天空照亮 宝儿姐看到后 疯狂地想要阻止 却已经为时已晚 就在这时 无数只蝗虫逃了出来 他们朝着宝儿的家里飞去 阿伟看到后 立马往屋内跑去 而一旁的宝儿 却还一心想要灭火 不一会儿 她听到了女儿的呼救声 瞬间清醒过来 可当她呼到家后 却发现阿伟已经被虫群推没 而此时的女儿 已经跑到了树林里 看着无数的嗜血蝗虫 她十分害怕 不及时刻 她把一艘小船弄翻 然后躲了进去 可闻到气味的虫群 直接压在了船顶 几乎要把小船弄沉 就在这时 宝儿姐赶到 看到女儿有危险 直接把手掌划破 然后往脸上抹去 闻着血腥味的蝗虫 直接改变方向 女儿获救了 可宝儿姐就被疯狂的虫群包围 危机时刻 宝儿姐躲进水里 正在让她躲过一劫 而这些蝗虫 则全部被淹死 最终 母女俩死里逃生 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直到这一刻 宝儿姐才意识到 自己的所作所为 是多么的可怕 我是云上 我们下期再见